Hello 大家好 今天帶大家來到九龍灣啟泰院的 一個480尺的兩房單位 今天很開心可以邀請到室內設計師Kenny 為我們講解一下這間屋的設計 這間屋主要是以簡約設計 還有什麼細緻的設計呢 主要這間屋的客人和大家溝通過 他喜歡一些比較淺色 有些日式風的簡約風格 我們在長身顏色、衣櫃的免料 就選了一些比較自然舒適的物料 對了Kenny 我們身後也做了一個C字櫃 裡面的間隔是怎樣的 這個C字櫃除了一個有實用的位置 可以放飾物、鎖匙、電話 其實是一個鞋櫃和儲物櫃的間隔 裡面是很大量的儲物空間 而鞋櫃的色面 看起來好像是很普通的白色 但我們其實用了一隻白色皮紋的物料 其實感覺是比較溫暖和接近人的皮膚 是有點特別的 Kendy 啊 這個化妝桌旁邊也做了兩條LED燈 我們在設計方面 設計了一個可以活動的鏡子和LED燈 讓我們可以多角度照到面容 和足夠的光線去看清楚鏡子 在床的設計方面 其實我們跟客人欣應的要求 就是我們盡量用多些的儲物空間 那床除了後面可以掀起來放棉皮 冬天的衣物那些 我們還在床尾 就專門做一個床尾櫃 可以放一些雜物 還有窗台我們利用了 加了一個SELF 就可以多些的擺放的飾物那些東西 還有一個梳窗台 也有一個儲物空間 下面的櫃下面 也有一個櫃桶 配了一個行李的空格位 方便的客人容易拿行李貼 這個廚房其實整個設計都是很光亮的 顏色是很自然很舒服的 上面就用了一些白白的顏色 比較油順的 下面有一種新的顏色 那個叫銀板綠色的櫃櫃 是很特別的 這個石我們第一次用 叫做粉蒸的石 整個配搭的色調其實是比較新的 桌的空間其實已經足夠了 清盤露頭 特別我們要一個L型的櫃 建議做了一個反桌的設計 做了一個小床 可以放儲物和準備 洗手間我們主要是一些工業風 一些小小勾式的魚骨文磚的設計 就深一點的色調為主 灰白黑的色調 主要全部都是減結 看上去比較整齊乾淨 今天真的謝謝Kenny 帶了我們看一個這麼漂亮的裝修單位 如果大家想看多些漂亮的裝修單位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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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y House位於科學園 我們成功配奏超過2000個裝修案例 歡迎準備裝修的你 透過上網或電話 向我們提供基本的裝修資料 Easy House專員會因應校會的預算和裝修風格 提供三間合適的設計公司和裝修公司上門到赤 我們會為客戶提供報價分析 和見證簽署裝修合約 在工程期間 Easy House專員也會定期上門視察裝修進度 令客戶更了解單位內的狀況 所以快點聯絡我們Easy House吧 謝謝 謝謝